我给你买了粉红色法拉利 你开它什么了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大哥宫 如果被公司的同事知道 我是大客户的老婆 我会把他们议论的 那我们提掉它 那我就送你这个草饼包吧 这个包还算不错吧 只值七十万 你们听说了吗 韩树大客户 莫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居然在咱们公司 不是吧 这么快就暴露了 真的假的 谁让你们在背后议论别人的 真好有人帮我说话了 本来想低调 我就是莫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天天 你早说你是总裁夫人啊 对啊 这些活我们都帮你干了 行吧 正好我不想暴露 省了我的麻烦 你这个包 是阿玛师的草鞭包吧 价值七十万嘛 低调 低调 快看 江石器有一样的包啊 真假的 江石器 你怎么这么虚容 这买杯假包 说什么呢你 不是吗 你一个普通小员工 什么档次跟我背一样的包 我这个 可是我老公莫总给我买的 我这有个APP可以扫码 真假 一验便知 倒也不用了 哎呀 我这包扫出来是真的 哎呦 哎呦 婷婷婷 你这包怎么是假的呀 怎么可能 我可是莫总夫人 平时都住在莫总将市值上义的别墅里 我稀罕你个破包 这APP一定是你动了手脚 赛黄有个限度吧 江石器 人可以没钱 但不能没了脸皮 哈哈哈哈 你说你住在哪儿来的 哦 莫总的别墅 怎么了 那你带我们大家去看看呀 行吗 行 怎么不行 就这个周末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黄怎么圆 这个黄茶皮属真好怕 这就是我家 她怎么有我们家钥匙啊 婷婷果然是莫总夫人 你个跳梁小丑 这下总相信了吧 你家卧室好大呀 从来不在乎这些 哎 石器 你的函数红蛮腰从哪儿拿的呀 卧室呀 江石器 谁让你进我卧室 动我护肤品的 这是我家 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你脸真大呀 还你家 你把包拿过来 我要送你的包 你干嘛 你随便拿我的化妆品 谁让你又没有偷掐的东西 你拿过来 你干嘛 包都被撕坏了 难道你真的不怕吗 我堂堂默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会怕你 听说有人欺负我老婆 这不是莫总吗 今天真是总裁夫人啊 夫人啊 总裁夫人居然是十七 听说你还有一个老婆呢 潘怡 把解释一下 你个不孝的女儿 趁着主人家的别墅翻新 你居然敢偷主人家的钥匙 对不起莫总 对不起夫人 都是我没管好女儿 我这就带她回去 好好教训她 快走 看我回去不打死你 妈 妈 我错了 错了 妈 等一下 她不能走 她弄坏了我的包 这个价值七十万的真包 七十万呢 就是把你卖了也赔不起啊 看我们打死你 妈 错了 错了 妈 别打了 妈 我再问你一遍 现在你怕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